腾讯科技讯9月28月消息 9月22日,清果直播平台收到新京报记者办会,有用户表示加装敲警,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平台直播,清果直播平台者,作为清果摄像机的互动平台,最初想要打造出一个有温度的直播平台,但清果官方的直播操作说明并没能让全部的用户完全理解,且对直播画面及评论内容的检测深刻疏漏,查看更多。 从怀孕到不如,上海一女子被直播两年却毫不知情,网友边看边截图,关于清果直播事件的致歉和反思,全文如下。 关于清果直播事件的致歉和反思,9月22日,清果直播平台收到新京报记者反馈,有用户表示加装敲警,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平台直播,考虑其他用户也可能存在类似情况。 清果在街道反馈后的20分钟内下线平台上全部个人直播,对该事件涉及的用户即受到此次事件影响的社会公众。 清果在此是一层值得歉意,清果直播平台,作为清果摄像机的互动平台,最初想要打造出一个有温度的直播平台。 我们直播沧山的云,而海的雨,背景祥山上的天空是情世门,用户也通过这个平台,直播摸宠的吃喝完了,农场的作物生长。 而我们未曾意识到的是,清果官方的直播操作说明,并没能让全部的用户完全理解,再将直播从默认的关闭状态设置为公开直播的操作步骤中。 部分用户在没有理解公开直播真正含义的情况下,设置了公开直播,而在公开直播的过程中,也存在清果对直播画面及评论内容的监测审核输,因而导致本次事件的发生。 针对此次事件,清过深刻法司,决定于9月27日,全面挂闭经过直播平台,并永久停止运营,经过接受并感谢社会各界,广大媒体和用户的监督,改正错误,承担责任,再次享受到本次事件影响,得全部清过用户及社会公众正中致歉,清过2018年9月27日。